马龙的气势非常旺 而且可能也有一些媒体 我觉得一个 也没必要对他的评价会高一些 可能这段时间 冠军拿少一些 对他的评价就会相当 还是有着明显的进步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觉得马龙都比原来要成熟 因为从队内的选拔赛 他打了一次冠军 包括科威特公开赛拿了一次 朱时赫 输给朱时赫以后 自己的情绪也比较多很多 包括对他这种思想方法 心理这种承受能力 各方面非常在乎这一点 所以说还是 有的时候怕他在乎 怕太在乎 今年下半年的一些比赛 我觉得他这个思想方法 上面还是 那个增加 他的肩部也受伤了 当然这个受伤不容易拉开 如果在各方面准备不充分的话 可能更容易 这种情绪 因为在场上很多 可能一个大范围的跑 说他的水平啊 不次于世界乒乓球比赛 而且这128位选手的综合水平 就普遍的综合水平 包括很多没有排名的选手 其实因为他没有 应该是说没有交手过 因为增加这位运动人 还是用正交 背面正交 对后来改成了反交 有挺大区别 因为原来其实你的反手 是以推为主 对吧 配合 对因为像背面的技术 运用多的话 相对来说这种进攻的 在那比较高个子 但是你 好球拉住反手 七段 用旋转 回旋能 让对 在对 八比八 破场 拿起来 在形成对拉 打马龙被增加的比赛 这是第三局 如果说 稍有放松 这个球也 还是有一些松懈吧 在控制 这个 一个就是 像这种直板 左手的直板选手 然后再回到他的反手 那马龙特别热度 有所下降 这样马龙呢 就有了反拉的机会 在另外一张球台 马林 也在全国锦标赛 真的要打到这个冠亚军啊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对 因为毕竟全是四项 打到最后 对体力精力来说 也是考验 投入到了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当中 比赛的任务太多 好球 形成对拉 对方的正手连连的进攻 得手 比较好管的 这种运动员 你可以给他指引这个方向 认为自己 自己得到经验 或者是自己认为东西 通过跟他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尝到 2007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尽管是3比0 但是马龙呢 不敢有一丝的放松 对 进步的空间呢 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 老年那种理想 可能我相信 已经破灭了 已经破灭了 基本破灭 对 但是能在能可以提高的 因为乒乓球的 方式打球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也有的就是在 电视台的镜头一直跟着他 刘国梁教练对他 人家都已经伤了 是吧 就不要再 再强行的要求马龙 让我去帮助他做一些 这个伤口的这种处理 然后脚你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你只要能站起来打 你就必须要想办法拿下对手 你脚不动 你手能动吗 包括在房间去看他 可怜 然后被刘老说了一顿 但其实后来跟他说完以后 他也能明白 打成了7比8 男子单打第三轮 马龙对增加的比赛 好球 得分 9比8 马龙这时候抢了 这种控制方面的能力还是强一些 但自己主动的发力这种球 比这些可能王琴啊马龄来说 要偏弱一些 好的这场比赛 谢谢大家